中国领土上的菲律宾军舰到底是怎么回事 熟悉南海问题的人应该都知道 在中国南沙群岛东部的仁爱礁上 停留着一艘菲律宾老旧的破烂军舰 菲律宾也常年在这艘破船上驻扎几名士兵 来显示菲律宾对这个地方有实际的控制 那么为何在中国的领土上会 有一艘菲律宾的破军舰呢 其实这还是要归结于菲律宾方面 在24年前的一次偷袭 1999年5月9日 菲律宾海军为了抢占中国仁爱礁的控制权 让一艘继承者自南越的破烂坦克登陆艇 马德里山号前往仁爱礁 这艘破船随后向岛礁上驶去 菲律宾方面随后宣称船底漏水 不得已在岛礁上作坛 但菲律宾这艘船只一待就是24年 飞方以此为据点长期驻守7名士兵 以定期轮换人员的方式 形成了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 菲律宾当年发起行动的时机也挑得很准 因为1999年5月8日 就是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 当时中方的注意力都在南斯拉夫事件上 菲律宾很可能是瞄准了这个机会 特意选择这个时机发起想看行动 于是这么多年来 菲律宾就一直以这种赖着不走的形式 把一艘破军舰搁在了中国的岛礁上 并以此为抓手 试图抢占中国岛礁 但是菲律宾的这艘破船 显然不能够一直待在中国的岛礁上 菲律宾也闻到了相关的信号 在今年5月份 中国海警局发布了第一号令 专门规定了我国海警机构 在处理刑事案件时的任务和基本原则 这让菲律宾嗅到了不安的气息 因为根据中国海警发布的法令 接下来中国海警之法力量 有权对侵入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和人员 采取直接逮捕之类的必要措施 换句话说 中国海警随时都可能对赖着不走的 菲律宾船只和人员采取行动 直接把他们从中国岛礁上拽出来 就此结束菲律宾破船赖在中国领土上的局面 似乎是侧面的印证了这一可能性 此前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 中国已经有一艘编号为19016号的大型拖船 抵达附近海域 这艘拖船的功率估计达到1万马力 足以拖走4.5万吨的大型船 要把这艘菲律宾破船拖走 简直是一如反掌 至于如果有人担心中国无法安全地做到这一点 那就实在是多虑了 此前菲律宾一直试图为仁爱礁上的守军 提供物资和补给 妄图修复这手摇摇欲坠的破船 但每一次菲律宾方面的努力 都被中国海警执法力量所阻止 菲律宾海警可谓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但始终都无法突破中方的拦阻 可见地区的海上控制权是牢牢地在中国手中的 至于海军军力的话 那就更不要谈了 菲律宾和中国不在一个次元 那么中国接下来会采取行动 立即把菲律宾船只拖走吗 中国24年来都没拖走菲律宾的破船 但接下来会不会直接拖走 很大程度尚要看菲律宾自己的反应 首先从实例上说 中国毫无疑问拥有直接把菲律宾船只拖走的能力 始终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 就是在考虑采取行动后的影响 如果中国直接把破船拖走 菲律宾就再也没有借口靠近仁爱教 这对于维护我国领土领海主权无疑是好事 但问题是如果采取这一简单激烈的做法 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恐怕就彻底破坏了 菲律宾在和中国撕破脸之后 肯定会倒向域外国家的怀抱 例如彻底站到美国这一边对抗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说这边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 但菲律宾还没有完全地与中国敌对 在面对涉及中国的重大问题时 菲律宾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顾忌 例如此前菲律宾虽然给美国新增四个军事基地使用 但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等人都出面承诺 表示绝对不会让菲律宾成为其他军事行动的中转站 也不会允许美军利用在菲律宾的这些基地 来介入菲律宾外部军事冲突 很显然 菲律宾还是很怕因此惹怒中国的 所以才会做出相关的保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接下来会不会直接对菲律宾破川采取行动 要看菲律宾的对华态度如何 要是菲律宾的态度还算良好 那么双方还可以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谈下去 但是如果菲律宾一意孤起 甚至彻底站到某些国家的反华队列上的话 那么中国可能就不会客气了